不過另外這對鄰居的家庭 我們看到了本來是好鄰居 當中一個四歲的弟弟就跑到對方家裡面去玩 結果小孩子在那邊嘻嘻鬧啊 嘻嘻哈哈最後翻倒了一桶滾燙的水 然後潑到弟弟身上 鄰居趕快把弟弟的衣服脫掉 沖水然後送到醫院 但是家長認為說 你這樣的處理方式錯了 沒有依照正確的程序 所以搞得弟弟的傷勢 其實不用那麼嚴重的 因此就告對方一家三代喔 但是檢察官認為弟弟的傷勢 跟急救的程序並沒有什麼大關係 所以不起訴鄰居 讓弟弟的家屬難以接受 現在這個有嗎 這裡喔 你如果看這個皮疙瘩又破壞 對 現在還在附件 這個鎮你如果用得附件 這個水又離開啦 離開就更暖了 只有這個暖二十倍而已 讓阿公這麼氣憤的 因為他四歲的精髓腰部以下 全部遭到燙傷 皮膚都皺在一起 就算已經事隔一年了 膝蓋後方還是有脫皮的痕跡 不一定的政府沒關係 你現在閉嘴說 他兒童法庭有問兒子 有問兒子說 那個怎麼拔下去 兒子那個對方的兒子 他就有聲音 說問三遍 說他把他抵下去 這樣檢言 換他打工 他沒做 九十八年十一月期間 四歲男童就是到鄰居家 找小朋友玩耍 不料客廳剛好放了一桶熱水 男童嘻嘻笑鬧之間 就跌坐在熱水當中 家屬指控當時鄰居緊急處理 烫傷程序錯誤 先脫再衝 讓男童的傷勢更嚴重 父親將熱水桶放在客廳裡面 並沒有預見鄰居的小孩 會過來玩耍 所以認為這一部分 父親沒有過世 那至於就小朋友的主婦部分 那個檢察官調查之後認為 這個鄰居小朋友 受傷面積的擴大 與這位主婦脫他衣服 並沒有任何因果關係 檢察官認為 儘管烫傷處理程序 是充脫泡蓋送 但是男童的傷勢與先脫衣 在沖水沒有關係 因此不起訴鄰居 不過家屬卻無法接受 鄰居沒有責任的說法 決定要申請在意 中文新聞張春華 學會玩屏東採訪報導